被一个已经30多岁 肤质还是被称为容易老的干性皮肤来说 看上去确实有两把刷子 十多年来这么多文献也算没白看 今天就告诉大家皮肤和医生 平时就不可看了 感兴趣的话别忘记点赞收藏 第一 清洁 作为干性皮肤 其实我日常清洁大多数就是用清水洗脸 在夜间偶尔用一下温和的氨基酸洁面 要知道不少人皮肤频道受损 都是过度清洁去角质导致的 所以切记在脸上用什么磨砂膏 坚持温和清洁的原则 第二 经典护物 要先明确自己的护物需求 然后再搭配 我现在需求就是抗老加宝石 一般我会用到这两个产品搭配 抗老了肯定先上A醇 这一瓶是科研式的A醇精华 还有0.1%的A醇加盛碳 能促进胶原 淡化细纹 淡黄色的质地清爽 没有特别油腻的感觉 虽然浓度不算高 但注意在眼周薄嫩的位置要注意耐受 孕妇和不入期是不介意使用的 用完A醇精华后 我会叠加一个自增糖的月威抗糖状 其实糖化反应产生AGS 会引起皮肤松垮暗黄 由于我们亚洲人面部骨骼相对平缓 以及饮食偏好冷面 所以更容易受到糖化的影响 它里边的主糖肝能有效地通过三度 从源头抑制糖化反应 斜酮复合直吹 DP8 延缓胶原的流失糖化 帮助紧助提亮皮肤 保持皮肤的一个弹气 我这款是丰刃版的 自闭比较滋润 没有特别厚种 很适合我这种干皮抗老 第三 严格防晒 紫外线占据了衰老 很大一部分原因 它能够穿透真皮层 直接破坏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组织 所以不仅塞黑还会晒老 我日常也会按照防晒的ABC原则 A Advoid 尽量如塞 不出版的B Block 就是用口罩 帽子 衣物等 硬防晒 遮盖 第一材是Cream 我们最后用的防晒霜 那么对于我干性皮肤来说 我一般用的是雅样的小金刚 在涂防晒霜的时候 记得要足量 大概是一个硬币的大小 好了 以上就今天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和我分享你的看法好物 下期见 拜